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 一见钟情的原因 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 只有你才能救我命 总是想着服用小板地平 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 可不可以来了解我的内心 可不可以能给我你的微信 你要记住了我和你的秘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 嘿哈喽 我想要你的私人微信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樱花鱼角 现在是中午12点半 现在一天开始了 今天我要休息了 给大家看四晚的样子 是抱歉的 但是 好嘞 放空一会 我一会儿要先把小胡子弄一下 然后洗澡 然后去自动投臂机那洗衣服 然后下午四点的时候有个约 今天一天就是这样闲鱼 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些小杂的 然后我发现最近胖了 好像是长得起来浮走 加上然后公斤也长了 这超难过的 为什么就瘦不下去了 然后我说好的不吃零食 为什么还是在 超级难过 最近的那个特级也没有空路 嗯 好想这样放空一段 最近一直都在哭 哭的原因就是 超级讨厌自己 超级不喜欢自己的性格 前两天被客人欺负了 好累 好累 刚过 上火了 然后这里 里面都破了 鼻子这里 大家好 我是小烟花西教 一定要记住我 我 难过 不想在这里呆了 想回国 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啊 把自己想说的脏话都写在一张小本上了 我今天有空就讲给大家 但是真的 连说都不会说 我丧了 好想减压呀 这时候真的都想去 你喊一喊 但是 减压也需要有人陪的不是吗 也没有人陪我 都想去租一个男朋友啥的 嗯 开玩笑的 好像有点迷失了 当初为什么要来日本 说好的是为了锻炼自己 但是 现在业务能力是越来越好了 可是为什么性本就 越来越差了呢 就更在乎别人的阳光了 就那种恐惧的心理就更强烈了 小时候的话就说不出来 就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很累 讨厌这样的自己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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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要很严重 快点不哭了 有空 一定要讲给大家听 我去租住了 哎 我出来了 好 慢慢的 缓缓的 现在呢是要去洗衣服 三百块钱一次 一次 洗衣服的地方 离家大概是走路三分多钟晚 这样 这是今天我要洗的好大一兜的 里面装满了我的化妆品 我打算在那里一边化妆 一边等着衣服 附近的建筑 我家附近真的好僻静哦 今天一天呐 我好喜欢我今天穿这个袜子 给你们看看 后面有蝴蝶结 超可爱 上面这有人抹玻璃 哎 这附近有一个装满料理 是 大红 洗洗清清的 大红玻璃 大红灯笼 晚上就是红色的 叫 辛茸 走 新荣 前面就是了 那个自动贩卖机那里 叮叮 旁边是 涛温泉的地方 这里就是了 空冰什么什么 五黑度 进来啦 首先呢这个是洗鞋的 我也洗过 然后那洗衣粉的也有 五十三十五十 然后还有过钱的 这个呢就是洗衣服的 这个洗衣服的 都差了 这个洗过一件 三百块钱 盖上盖 然后拿出三百块 一次投进去 三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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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就显示金额 然后一会儿它就会显示时间 四十分钟 现在已经放水了 这个四十分钟期间 我就可以一边化妆 一边等着它 先去外面 买瓶水喝 前面 后边那几个贩卖机都没有好喝的 然后 现在再去前面寻找贩卖机 这里面有一排 我家附近真的有一种日期的感觉 哎 今天说话实际上好像有点小了 嗯 都是下困圆的 喝哪个呢 那是什么 水果味 这个不错 这个 你看旁边的 一般吧 要卖烟到这儿 那是咖啡比较多 然后这两台是卖烟的 对面还有一台 然后去对面看看吧 对面呢是可口可乐的 嗯 就一边擦了 B包 哎 这里 哎 雪 叮叉叉叉叉一叉 这里好好看呢 有一种日剧的感觉 刚刚我洗衣服的地方 就感觉有一种日剧的感觉 因为日剧也经常出现那种地方 哇 这小花园 川崎 哇 超好看 有一种春天的感觉 葡萄莉 小さな恋の想いは届く小さな島のあなたのもとめ あなたと出会い時は流れる想いを込めた手紙も触れる いつしか二人流れば響く時に激しく お根の先は左に上がる 左に上がる 平和の方 今の方は姿を見る 歓声 ほらあなたにとって大事な人 すぐそばにいるの 只要你 只要你 届いて欲しい 響け恋の歌 H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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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け恋の歌 今は気付く 二人は歩く 暗い道でも 日々照らす月 握りしめた手 離すことなく 想いは強く 永遠誓う 永遠のうち きっと僕は言う 思い変わらず 同じ言葉で それでも足りず 涙に変わり 喜びになり 言葉にできず ただ抱きしめる ただ抱きしめる Hora あなたにとって 大事な人ほど すぐそばにいるの ただ あなたにだけ 届いて欲しい 響け恋の歌 H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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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け恋の歌 夢ならば 覚めない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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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なたと過ごした時 永遠の星となる Hora あなたにとって 大事な人ほど すぐそばにいるの ただ あなたにだけ 届いて欲しい 響け恋の歌 Hora あなたにとって 大事な人ほど 今朝は 午前に 失態 あなたが 失態 本当に 失態 あなたが 失態 今日 会見た その小声が あなたの子供 会見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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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きっと あなたが 会見た 就问我是不是韩国人的 问我哪的 问我是留学生还啥的 然后最近最后好像不舍得我走 就在那个网友发票上面 上面写着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了我 然后我回家我也好奇 我就寄在了那个手机号码里 没想到那个Line 他就自动加入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天天找我 我其实对他不感兴趣的 他就大概之前跟我说 因为我不回他嘛 之前他还放弃过 他说那不想说话那算了吧 那拜拜 然后过了一个多礼拜吧 然后突然又接着找我了 关了年之后 1月1号之后又找我了 他就问我 什么一堆不拉不拉的 我忘了中间 有一天又找我打电话 我就突然接了 站好我下班 就想就求我说能不能见面呢 我说考虑一下 后来我上车我就挂了 第二天又就叮当给我打电话了 后来我就不接了 我就不耐烦了 天天打电话联系我 今天我休息嘛 我就找 他又找我了 他说休息怎么办 我说那你想跟我见面的话 那见一见也没事 那见面嘛 然后四点 四点的时候 大家去东京坛的话 留着两圈走一走 其实真的语言不通 他也 他虽然日语比我好很多 但是也没有特别好 我日语也就那味儿 就是能基本的沟通 但是更多深次的交流 想问更多问题就不行了 然后就是外国人那样 然后就是视频 之前视频里不是出现吗 我拍过他吗 就是满脸胡子 跟我同岁瞅着 像26岁似的 然后没什么了 他说下次再找我出去玩 可不可以去约会 我说我考虑一下 然后还跟我谈 关于Edgy的事情 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说Codobaru 拒绝了 然后中间 到那个什么浴水墨厅 那边下车 我说干嘛呀 这是哪呀 吓得我 我以为他要带我去宾馆呢 然后他说有海 然后带我去看了海 因为太冷了 我就直接回来了 毕竟我是一个 瓷马拉拉一个人 我真的很无聊 胖了 因为我的胸变大了 就是我发现自己有个毛病哈 我的嘴歪 就是真的嘴歪 我多次也反看自己的视频嘛 发现我的嘴真的是 就是 这边咬鸡比较好 红游是 这边咬鸡就提不上去 就这样 我今天没了 没有想说的话了 特急呢是会有的 大家要耐心等待 嗯 Vlog呢 这期做的就骂骂 就是不怎么好 因为嗯 旁边有外国人在 我不太感动这个东西 哎呀 也不是这个理由 反正就一漏一漏吧 那这期就到这里呢 拜拜 拜拜 这里这里是镜头 拜拜 对啦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微博 我的微博会打在这里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微博哦 我是你们人傻话少的小樱花 C讲 讲 嗨